资金出逃,恐慌指数狂飙,美股或在营动档期 8亿冲突让美联储政策预期的博弈变得愈加复杂 上周美股尾盘波动有所升级 银行股业绩利好但却被低远 政治担忧和货币政策预期所打压 原油和黄金价格大幅走高,带动智商所 西波恐慌指数,VX日内一度突破20关口 毕竟今年5月的高位 距离美联储11月决议还有不到三周时间 8亿冲突又让美联储政策预期的博弈变得愈加复杂 对经济担忧重燃引发的市场情绪 破坏或成为新一轮市场动荡的导火索 美联储为岸兵不动造势 美国上周公布了两项重磅物价指标 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3.7% 略高于市场预期 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增长2.2% 较8月加快0.6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油价上涨 美国反通胀趋势从7月开始连续遭遇挑战 与此同时消费者通胀预期也只跌回升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显示 一年期通胀率升至3.8% 远高于此前的3.2% 这成为近期消费者新兴指数大幅下挫的主要因素 考虑到美联储也在密切关注通胀预期 这可能会强化进一步紧缩的必要性 美联储9月会议既要显示 大多数余会者认为 在未来的会议上在上调目标 联邦基金利率可能是合适的 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施瓦茨 Bob Schwartz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最新的数据看 通胀降温似乎遭遇了挑战 这也让消费者对经济状况变得悲观 事实上接下来美国家庭的财务压力可能越来越大 超额储蓄的耗尽和借贷成本的上升 最终将成为经济降温的导火索 值得一提的是 货币政策预期已经通过美债市场 令金融状况快速收紧 美联储官员正在关注这个市场的潜在影响 上周美债波动有所加剧 与利率关联密切的两年期美债稳定在5%以上 而基准10年期美债降至4.62% 闯近三个月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最新通胀报告和国债拍卖需求疲弱 一度引发市场抛盘 而巴以局势升级的避嫌买盘 最终打压了中长期美债收益率 近一周来 包括美联储副主席杰弗逊在内的多位官员表示 近期长期债权收益率的上升 可能消除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下月加息的可能性为8% 年内加息的可能性进一步降至33% 富国银行认为 完全消除价格压力的道路仍然崎岖不平 如果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价格压力和经济活动正在降温 官员们可能会对保持利率稳定的决定感到更加放心 按照现在的情况 美联储不太可能发出无限期暂停加息 或排除12月加息的计划 施瓦茨重申了此前 关于美国经济将出现轻微衰退的判断 他对第一财经表示 由于利率上升和贷款条件收紧 经济活动将受到影响 四季度开始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将失去动力 他认为 美联储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加息周期 不过可能会将利率在较长时间维持在高水平 换而言之 为降息设定一个很高的门槛 因为需要证据显示通胀率正在可持续的回到2% 短期波动性风险卷土重来 10月以来 美债收益率走势持续主导了风险偏好的变化 美联储官员对美债市场的表态一度推动了市场持续反弹 然而巴以局势的恶化风险让波动性卷土重来 这也让为财报及揭幕的银行股业绩变得黯然失色 受益于美联储利率上升 摩根大通 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近息差收入 推动利润大幅好于预期 然而金融机构也发现 由于消费者和企业难以跟上持续走高的利率 反映坏账风险的贷款冲销额压力较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刚刚发布了一份 基调悲观的经济展望报告 美联储9月决定按兵不动 不确定性是委员会内部保持谨慎的重要理由 如今新一轮地缘政治风险对经济和通胀的潜在影响 让前景再次蒙上阴影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 杰米·丁蒙表示 严峻的宏观经济背景 现在又因另一场冲突而变得复杂 这可能是几十年来世界上最危险的时刻 他说 对美联储政策及巴以冲突升级的担忧 让投资者继续从美股中出逃 根据财经数据供应上LAG的统计 上周美股基金流出约56.8亿美元 为连续第四周竞卖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连续两周进买入后 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中 也被减持了98.4亿美元 这往往是市场情绪恶化的信号 Glamide投资策略和研究主管普莱德 Jason Pryde表示 由于美联储的货币紧缩 仍在影响美国经济 标普500指数看起来估值昂贵 短期内很可能因为经济波动压力而下跌 从现在到明年年初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仍超过50% 他警告道 嘉幸理财在市场展望报告中写道 中东地区局势打乱了原本乐观的市场情绪 投资者重新被通胀 美联储政策 原油价格等因素所干扰 不过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三季度财报季的强劲开局和季节线因素相结合 将限制市场进一步下行的空间 从最新市场情绪指标看 未来一周前景偏向中性 不过该行提醒投资者注意前半周的波动风险 因为上周尾盘的避险情绪 可能随着中东局势的发展进一步延续 很多谢你的观看 感谢接收我们的资讯 谢谢关注本频道 拜拜